好,這一題呢,假設f等於x平方減9,g等於-x平方減1,那請問f跟g為成的面積等於多少? 好,來,一樣我們先求它的焦點哦,x平方減9要等於-x平方減1,好,來,這時候會得到2x平方等於8,x等於2或-2,所以代表說它們的焦點是在2跟-2之間 好,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個圖形,我們要求的就是紅色的那一塊哦,紅色的那一塊,來,g在上方,f在下方 所以左球的面積呢,我們就會等於從-2x到2的g-x減掉fx,好,來,這時候分別帶進去之後把它做一個化減的動作,會得到-2x平方加8 來,做積分,變成-2x三次方加8x,從-2x到2,好,來,分別把-2跟-2帶進去 會得到負的三分之十六加16,減掉三分之十六-16,最後得到三分之六十四